我们要去算去年进口种值 算法是这样子 好 所以我要去用简报来跟你们分享 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去算去年的种值 去年的种值 进口种值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当然还是要去计算 因为它是一个种值 种值当然就是用加种 加种我们的进口值 我想这应该没有问题 这个是你们本来就会做的 是在以下里面是用SUM 那请问一下 可是我要去年 对不对 去年 你知道什么叫去年 去年就是今年的前一年 今年的前一年 所以 所以时间 我们要设成叫做什么 相同的时间 相同的时间 而且是去年 可以吗 这么长的一个横数 相同的一个期间 可以了解 然后你这边要放的就是计算这个时候的日期 就是假设你现在算的是1月1号 2020年的1月1号 所谓相同期间去年 那就是2019年的1月1号 可以吗 那当你今天要塞两个参数 所以这时候我们用的是Calculate 这个横数 好 不晓得这样 你大概可不可以看得到 我那边的后边的横数 大概就是这样来写的 可以吗 稍微参考一下 就是 以前这个加种 我想应该就没有问题 后面我们要放一个 我要算的那段期间 来去当做三选 它这个Calculate就是计算 它取名叫做智慧横数 就是很聪明的计算 好 你看我这边 我是这样写的 这样看得清楚吗 这样子 去年的进口总值等于什么 Calculate 然后这个加种 加种 加种谁呢 所有的进口值 全部把它加起来 可是 这个是条件一 你还可以去设 你还可以去设条件二 条件三 假设你今天后面再加一个条件 叫做地区是亚洲 那我们就等于可以去计算 亚洲的那个进口值某一年的前一年进口 可以吗 反正那个条件可以设很多个 好 所以他才说这叫聪明的 函数 智慧函数 好 所以请问这样子应该没问题 Same period 然后 last year 请问一下 那有没有 Late month 没有 很神奇吧 就是 比如说上一周 也没有 为什么没有 我觉得是这样子 因为 月向二月好了 就是 一年我们固定 他也是有分什么润年 不润年 可是 反正就是这个函数 我就 每次我都很想要用那个 Late week Late month 好 甚至 Late 那个 G 没有season 这个函数 G这个函数在我们自己写那个 就是 12除以4 而去写 找他的余数 好 所以这题用给你们参考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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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